被武则田控制的理智 其实是一位被历史低估的英智冷酷的雄主 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每一个订阅都是对我一万分的支持 万分感激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田 怎么能没背景板来衬托她的存在 可看似被武则田控制的理智 真有那么不堪 这位被低估的大唐雄主 其实远比人们想象的还有英智冷酷 其位而谋亲 作为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 李智原本并无资格继承皇位 哪怕依长孙皇后嫡出来论 李智还有大哥李成钱和二哥李太 和李成钱急功近利 担心太子位被李太夺走 钱翠直接逼功 最终自费武功 将本已唾手可得的皇位攻守让人 李太虽然十分高兴 但当李世民真正做选择的时候 平时表现十分柔弱的李智 反倒受到无数人的支持 李太不理解 弟弟平时对皇位毫无兴趣 怎么反倒是把自己的热情给比了下去 不过他也没有能力和资格去质疑 李世民身为皇帝的选择 必然不会轻易更改 事实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正好是因为李智的柔弱 李世民相信他不会对兄弟姐妹下手 大臣们则认为李智更好控制 然而继位之后的李智 用实际行动给所有人上了一课 李时荆州王李景 李世民六弟与一众皇室成员 寄予皇位 意图谋反 李智以雷霆手段镇压后 全部出死 至于受到牵连的吴王李克 以及蜀王李英 李世民三子和六子 前者被溢杀 后者被流放 李智软弱 估计这些受到处罚的皇亲贵族 会第一时间表示反驳 相互利用 不仅如此 当李智将皇室内部的争斗解决后 他还将矛头对准了 林延阁二十四功臣之首 长孙无忌 要说长孙无忌犯了什么错 并没有 可长孙无忌身在朝堂 皇帝些许话语权也无 这就是长孙无忌的错 换句话来说就是我 李智知道你是为了国家好 可这是我的国家 总不能什么事都让你做主 群臣像你而不像皇帝 究竟谁才是大唐真正的统治者 于是皇权相权相斗 以王皇后被废而宣布李智的胜利 因为武则天的加入 后人往往更看重武则天上位的结果 可背后的利益争端 却没几人注意过 在这个过程中 李智真不知道武则天的野心 不过都是他默许而已 当朝堂已经成了长孙无忌的一言堂 李智急需队友来帮助他做出改变 二圣临朝 为什么要二圣临朝 这是武则天梦寐以求的事情 同时也是李智无奈之下的举措 若不是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 关隆集团逼得太紧 李智何须如此 好在武则天还真没让他失望 在李智的默许下 武则天单独培养一批势力 至少能够和全臣曼相互抗衡 等到公元649年4月 武则天麾下的许敬宗 指使人诬陷长孙无忌密谋造反 于是这位曾经的凌延阁二十四功臣之首 也倒在了大唐前进的道路上 长孙无忌会不会造反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李智需要将权力收回 因此 当长孙无忌一次次请求当面对话时 李智选择拒绝 杀人莫过于诛心 长孙无忌最终被逼自一而亡 如此冷扣无情的君王会被武则天控制 金人或许把很多事都想得过于简单 武则天的政治能力 从未有人会质疑 能够在封建社会中 以女性身份成长为皇帝 这就足以说明一切 无论他登上地位后的作为 攻打于果 还是过大于功 其人生都足够精彩 可非要用李智去衬托武则天 实在有些拖大 李智用了十年的时间 就将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 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 武则天真敢想 也真敢做 朝夕相处之下 李智很少会对武则天产生怀疑 权力再次收回 也让他放松了警惕 可这就代表他被控制 荒唐 此外 后人研究唐朝历史的时候 很容易忽略的一点是 李智在魏西间 大唐版图最盛 东灭百计与高距离 西灭西突厥 并俘获赫鲁 从南到北 国土面积超1200平方千米 一个软弱且容易被控制的皇帝 真能做到这一点 更别提武则天真正发力 那是李智死后的事情 和李智有什么关系 真要说控制 至少也得让李智心甘情愿地为他做一些事情才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